盘点将夜前四十高手排名 第十一名 连升三十二 实力破五境级别 不仅在佛道魔三大势力中身居要职 同时还悬纳佛道魔 成佛成魔和入道都在一念之间 是一个可以比肩 科浩然的爵士天才 西方有连 偏然坠落世间 自生三十二半 半半不同 各为世界 连升出身宋国世家大祖 因半年而生 故取名连升 因其家族隶属魔宗 所以在连升呱呱坠地的那一刻 就与魔宗的命运纠缠不清 连升长大后 步入娶妻生子的正常生活 可突然有一天 他的妻子发现了他家族的秘密 然后就被自己的父亲杀掉 连升本想跟妻子殉情 可是在妻子目前 被瓢泼大雨淋了一场后 连升仿佛想明白了很多事 于是大笑三声飘然而去 后来连升周游世间 遍访世间修行宗门 在他二十岁的时候 听一老者研及佛宗故事 与兰克斯主持 殿南三十二天 从此名动天下 他曾当着数千人的面 拒绝了前西陵神殿 长教的克卿邀请 不久又在兰克斯出家 随奇山大师修行佛法 秋天时进入荒原佛宗 不可知之地 玄空寺修行 数年后从荒原归来 从此世间再无连升公子 因为世人口中 多了一位连升大师 魔宗山门之行 当叶红瑜再见他时 仍控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 可见连升当初是有多精彩绝艳 后来他受邀入神殿讲课 随手击毙魔宗 隐藏在神殿的长老 前西陵长教 第二次邀请连升大师 加入西陵 这一次不再是克卿 而是请他任 空悬数年之久的 裁决大神官一职 连升大师说了句 时辰未到 再次婉拒 然后从桃山下来后 直奔瓦山 不久后 兰克斯以辈分极高的扫地僧 忽然暴毙 就在举四震惊之时 连升大师自相防夺步而出 从此魔宗隐藏在中原里 最神秘的二位长老 全部死亡 连升三十二的前半生 究竟有多惊艳 在杀死魔宗 藏在人间最神秘的 两位长老后 越伦国白塔寺 与瓦山烂科寺 感念其德 遵其为佛宗山门护法 西陵这边紧接着 也封其为裁决大神官 连升从此成为历史上 第一个担任 西陵神殿大神官的 佛宗弟子 因为连升之名名镇天下 又跟书院的另一位天才是好友 于是 世间将连升与书院可好然 并称为当事双子星 连升在受邀阅读 道门的天启后 他也开始对这个世界 产生了疑问 他很想去魔宗 看看失落的名字卷 而这时正巧 西陵神殿长教 请他入魔宗为奸 第一次来到魔宗山门的连升 对这里倍感亲切 仿佛像远行的孩子 回到家一样 在魔宗 他悟出了已经失传百年的 魔宗功法 饕餐 并成为魔宗大记者 是呼声最高的魔宗下任宗主 不久 他在魔宗发现了一个 可以改变腐朽魔宗命运的男孩 对其很是看重 不过因为某些事 他杀死了男孩的父母 男孩为此拒绝了连升的一搏传承 转而去修习魔宗史上 从来没有人成功的23年禅 连升佛道魔三家兼修 被称为万法皆通 成佛成魔和入道都在一念间 他想以魔遮天 以道顺天 最终以佛法抵达彼岸 跳出三界之外 不在众生之中 在他眼里 那个高高在上的破道观 终究不过是 浩天圈养的一条狗 后来 他以道法于身外数一世界 以魔宗于身内数一世界 终于发现了 道魔相通 便可入神 因而习得浩天神灰 连升自始之中的目标 都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 打破浩天圈养 世间修行者的规则 因此 他做了很多有违天道的事情 他之所以如此疯狂 是因为他知道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错的 连升32与柯浩然是怎样的关系 上文我们说过 连升与柯浩然是好朋友 连升虽然已经足够经验 但柯浩然是所罕见的天赋 无疑更加受人瞩目 连升心里很憋屈 无论自己做了多少 惊天动地的大事 可别人的眼中只有柯浩然 为此他很嫉妒 产生了寄生于何生亮的想法 后来他发现 柯浩然的身边多了一名女子 那个女子名叫简笑笑 脸上带着唇儿媚的笑 很像他从前的妻子 连升微微一笑 瞬间萌生了一个很大的计划 那一年的佛宗渝兰会上 连升杀死大会上的所有人 运用饕贴大法吃掉简笑笑 然后嫁祸给西灵 即便坐在天衣无缝 但连升终究还是低估了柯浩然 柯浩然骑着毛驴 赫天骂地杀上魔宗山门 突进山门内所有高手 然后以轻石为离 以剑痕为山 用浩然气模拟出连升最擅长的繁龙大阵 将其囚禁在白骨山中数十年赎罪 等宁缺再入魔宗山门时 已经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 哪怕只有巅峰时一部分的力量 一样把踏入知命境的夜红鱼 逼到需要跺境解围 足见其实力非常强大 在宁缺用魔宗宗主牌击败连升后 他才明白原来自己一直只是在等待死亡 连升除了自身实力强大外 他还非常擅长布局 他曾安排圣女和无数弟子南下 这些人被安插在世间的世俗势力和修行门派中 他相信如果有一天能出去 届时整个天下都会是他的 此外他还预测了柯浩然会遭天桌而死 夫子会上陶山 唯一比较意外的是 他没有想到夫子并没有因此灭了道门 另外他还是极少数看破浩天世界规律的人 只不过在实施手段上略为残忍 纵观连升的一生 佛子倒是大魔头 神仙老虎赖皮狗 连他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 就像他说的那样 我乃连升三十二 半半各不同 却不知为何世人总要以一半之美赴全连之行 连升虽然没有破五镜 但天魔无量天启 都是可以一念而入 是江夜中少有可以随时破镜 却不愿意破镜的人 此外 他还掌握了很多高级秘法 是柳白和冠主都非常佩服的人